陈思 南京大桥劝身志愿者 2003年开始到2021年4月30 他成功救助过413位自杀者 并自费30万元开设心灵驿站 对救助后的亲生者进行心理疏导 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回家路费 在陈思看来 这些温馨的场景 只不过是他心路历程的一部分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更多的人珍爱生命 好好生活 镜头前的这位中理男人 便是故事的主人翁陈思 每逢周六周日 他都会骑上电动车 由北向南 行驶到南京长江大桥南桥多宝 简单吃个午饭 再折返回家 风雨无阻几十年 坚守着这份自诩的诺言 劝阻每一位亲生者 老家江苏肃迁的陈思 如今已在南京工作近二十个年头 因为一丝偶然救助亲生者的经历 让他的内心深受触动 两千年的时候 我在桥上面 看到一个像亲生的人 那个女孩因为失恋了 感觉不到的希望 就自己逼自己 不吃不喝 最终导致自己 意志全乱了 他就选择 一了被了 我当时跟他抱下来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没有几十净 嘴唇呢 都感觉发烈了 面目发光 当时他令我最大震撼的就是 他自立目的就是勇于弱 然后我就在南宝 给他买到链水下面 我看到朗诺服务院里吃的 其实我自己也在留着 我感觉这孩子是受死老苦 也是这次无意的救人 后来自己就感觉 还是做一点好事 一直建设到现在 陈思知道 把人从桥上拉下来的那一刻 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2006年12月1日 他在大厂附近 桌下脸是一厅 取名为心灵驿战 用于接待亲生者 免费提供吃喝和心理咨询 一本厚厚的大桥日记 记录下陈思救人的点点滴滴 就是救了一个什么人 我是从03年9月19号 上大桥之后 我就把一些故事 苦难的 我都记录下来 就是救了一个什么人 什么情况 最后怎么处理的 任何一个人 我都能找出他的 三五点 弱点 来驾驭 击破了 一个 也排解了自己内心忧虑 二呢 也想留下一些资料 给他 后来还有心结的人 有个借鉴 陈思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珍惜生活 敬畏生命 生命只有一次 我们要加倍珍惜 我也希望 我这奴隶的行动 让大家都知道 珍爱生命 感谢观看